行政院长赖清德18日参观彰化县防制产业 并与业者交流座谈 听取各方的建言 并向业者说明政府在积极推动的前瞻基础建设 引进投资和业者一起拼经济 在这个前瞻基础建设里面 有得到台76线道路的开辟 这个地方反映很久 还有我们在彰化张北 决运立线沿道彰化来 另外台铁的立体化 另外还有这个叫做彰化的路港 国家历史文化园区 賴院长感谢企业投资台湾 提供工作机会也带动台湾经济发展 政府会与纺织业者共同面对五缺问题 并协助与资通讯产业结合投入智慧制造 要扩大政府的投资带动民间的响应 因为投资增加经济便得以发展 另外一个就是说也希望 能够解决下一个世代 台湾基础建设的需求 土地取得困难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希望政府能够做松绑 让这些工业毗邻的农历 因为产业是要增加投资 既然有具体的投资的计划 应该让这个公司能够在原地就地来扩大 这样的话可以创造政府产业跟劳工三营的局面 透过这场座谈会 彰化企业提出宝贵建言 中央地方共同解决困难 一起为这块土地打拼 公益频道徐世昌北斗采访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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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